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除了帝王将相 也有省怀绝迹的民间艺人 而我们眼前这老北京城内 曾最繁华热闹的天桥地段 无数民间艺人在这里留下他们传奇的足迹 九旗戏谷 天桥市 多少游人无一家 这俗话说得好 天桥八大怪是个个有能的 这天桥层龙卧虎 这不少人身后都各自有段团棋 而今天我要说的这位 便是其中之一 这位爷可是明镇天桥的主 是他把义干主犯从宫廷带入民间 人称晃动乾坤 王小辩 您老天天跟着饭部较什么劲啊 您老天天跟着饭部较什么劲啊 歇会儿吧 看看这新藩怎么样 爹 您知道这玩意儿它入不了我的眼 我呀 喜欢的是这个 你哥 你哥在京城中干大职事 你要是有他一半的能耐啊 得了 我可不喜欢耍藩 跟耍猴一样 滚账 你小子过来 这黄马块是乾隆爷赏赐的 这帆是你太祖爷爷流传下来的 跪下 今儿个爹把这帆托付给你 你带着他去京城找你哥吧 京城 宫廷 好 这柴是我喜欢 这帆是爹一辈子的心血积累 这帆是爹一辈子的心血积累 命可以丢 帆不能丢 这帆是爹一辈子的心血积累 帆不能丢 恭喜 恭喜啊 好 恭喜你啊 好 恭喜你啊 好 恭喜你啊 你好 恭喜你啊 走 走 走 有空都养正心了 可以啊 恭喜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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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各位台外 恭喜恭喜 不远千里来给本王祝寿 帆府真是横臂生辉 陈大人 陈大人啊 王爷 能参加您的七十大寿 真是下官的荣幸啊 好好好 里边请里边请 小小玻璃不成敬意啊 王爷 一步的中番都过来了 嗯 走 瞧瞧去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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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内巴档的花卉之手啊 这王大力啊 可是宫里的大知识 能把他请来 可不是一般的福威啊 是啊 这可是宫里的玩意儿 今儿个偷王爷的福 算是开眼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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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一切都准备好了 大人 请做好的喜福 您要不要试一试 是 等图谋采群归来吧 是 出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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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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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大人 我们共同举杯 欢迎大家的光临 共同干杯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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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干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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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蓝 附大人家家你别敢接 别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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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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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 胡乡 不能 来 来 来 去 别跑了 别跑了 你 别跑了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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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倒了 请我够贼 太子王妇 保护王爷 给我杀 站住 别过来 你不能跑吗你 你别过来 哥 跑啊 快过来 跑啊你 姑娘 别怕 跟我走 我还你上我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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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走 姑娘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去京城 看你这事搭扮 是要出嫁吗 别哭了 我刚好也要去京城 要不你同我一路吧 多谢专事相救 小女子一定报答 别客气 出门在外临危相助是应该的 我叫王小辫 你叫什么 我叫李红二 走 大哥 我冤枉啊 快点 大哥 我冤枉啊 走 走 大哥 我真的是冤枉啊 大哥 我 我真的是冤枉啊 我 大哥 这位大哥 我是王爷请来耍藩诸寿的 我真的是冤枉啊 刺客同谋 有什么冤枉的 刺杀王爷是大罪 收好你的藩 你自己招呼用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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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冤枉啊 大哥 终于到清场了 你别哭了 我先把你送到你福家府上 我还要去找我哥呢 谢谢您 走吧 好 岳父 您老受惊了 反了他们 不行 你不认识 得好好制止这帮无法无天的刺客 岳父大人有何打算 对付他们 必须得投其所好 岳父大人的意思是 你不认识 传一场武林大会 欲望相争 自相残杀 嗯 聪明 到最后 我就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把他们一网打尽 好主意啊 此事就交由你一手操办 但是别着急 这段气啊 咱得慢慢想 到最后 看谁能斗得过谁 折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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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您的金册被人趁乱给窃走了 什么 金册被人窃走了 金册 这儿可是刑部尚书府 随便来个人就想当仪太太 我真的是你们屠大人的九仪太 屠大人不在府上 你有何凭证啊 我有你们屠大人送的玉班纸 走 拿出来看看 我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给弄丢了 走走走 一边去 快走 快走 来 先走吧 走吧 走吧 我真的只是把玉班纸给弄丢了 没事 别过来 接触了会儿 今儿图大人不在府上 咱明儿再来 这帮人都是狗眼看人低 等见到图大人认出来你不就行吗 好 好 这样 咱们先找个地儿落脚 你也好死的死的 好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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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刑部办案的毛侍郎来了 让他进来 王爷 毛侍郎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容小人查看一下 毛侍郎 这边请 好 王爷 知道金策所藏之地者 屈指可数 依下官看 他是王府上出了家贼 家贼 岂有此理 竟敢偷到本王头上来了 给我一查到底 一 限三日之内侦破此案 否则本王拿你失分 喳 王爷 这金策要是落入盐关之手 参宁一半 这该如何是好啊 也是啊 到底是谁干呢 官爷 我找王大利 耍大藩的王大利 对 人称耍藩王 什么耍藩王 明明是叛党 你弄错了吧 我哥是礼部大执事啊 走走走走走走 人都被打入死牢了 到这秋后万展吧 我哥怎么可能是叛党呢 咱俩怎么这么倒霉啊 一首一条 最后 horse 快要快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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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rist 窃贼 左九竹尔 右手十指中指 惯犯 月下凹陷弯曲 玉面猴 湘南神偷 玉面猴 没错 正是此人 即刻吩咐下去 封锁四九城所有客栈 凡与此人相向的人 即刻通报 好 对不住了 这位爷 二位客官 打尖还是住店啊 住店 就开一间 一间 开一间 你别管了 听我的 你们商量好了吗 商量好了 就开一间 好嘞 二位里边请 好 好 那 那你先在这儿凑合一晚上吧 我先走了 喂 那你去哪儿啊 我京城还有一个朋友 我先去他那儿凑合一晚上 明日一早我来接你 那 好吧 那我先走了 你休息吧 久旱逢甘露 他乡欲故知 洞房花竹叶 金把 老爷 不好了 老爷 舅仪太太 怎么了 他被徒废劫走了 什么 谁啊 谁啊 你不是去朋友家了吗 天儿太晚了 去朋友家也不大合适 我就在这儿凑合一晚上得了 给我起来 回房睡 陈离子 那你会再来 谁 这儿凡下 给我啊 糟糕 这个 的 玉面猴非常狡猾 你们先把客栈给我围死了 等我拿到东西 你们再杀人 是 有贼 皇后抱抱 女人呢 救命啊 快 快 这边 你们两个去那边 好 你们两个跟我来 好 快 仔细搜赏 是 去上边搜 是 王大哥 你看 大人 这手从玉面猴那里 拿回来的包袱 快打开 这什么 像一道中藩 中藩 又是中藩 看起来这个耍中藩的 跟那玉面猴是一伙子 他人哪 在刑部打牢关着呢 那还等什么 去 给我严刑拷打 务必问出金册的下落 折 折 折 陈大人 老佛爷他老人家 还在救起你呢 公公 烦你通报一声 你耳朵聋了 折子拿来 咱家替你乘 我 公公 春青王 这是对谁凶的 奴才 该 掌嘴 算了吧 折子给我 参谁啊 回王爷 参庆亲王参他借过寿 大肆敛纳福 卖官 慧绝啊 胡说 修要诽谤 朝廷命官 老佛爷有证据 请亲王 建议请宫里的 那八蛋华卉到府上 公公 要真有这事 还得请老佛爷管管了 这 咱家 这就给老佛爷呈上去 王大哥 这没头没尾的 你要去哪儿找啊 那怎么办呀 那可是我爹花了四年 才绣好的中饭 让我一定交到我哥手上 结果一到京城就丢了 都怪我 这事跟你没关系 好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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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取得掉下 取得下 差一点就得手了 不知道谁 痴心走漏了丰上 带去的朋友 全都死了 清亲王的势力 确实很大 就连淳亲王都让他三分 我 我连参他的折子 都递不上去 庆王爷 岑大人的折子 我都给你挡了下来 没到老佛爷那 又是这条恶狗 恶狗并不可怕 是怕它的主人 庆王爷 您可得多留个心眼啊 公公 大人 大人不要灰心 机会总是有的 我听说 官府要举办武林大会 是庆亲王和刑部 一起搞的 无非啊 又是想借此敛财罢了 这倒是个好时机啊 不如我再找些好手 借此机会 一定能够将庆亲王 这个狗贼给灭了 狗的主人 纯亲王 他真的跟那姓陈的勾连到一块去了 好 京城如此显悦 真不是我们小地方人待的 王大哥你也别太丧气了 俗话说 天吾救人之路呢 我们现在连唯一能投靠的人都没有了 我们还能去哪儿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你要去哪儿 王大利 你认识这个人吗 我认识 说 是谁派你来刺杀庆亲王的 是谁指使你们调虎离山偷金策的 没有 到底是谁 冤枉啊大人 我就是一个耍藩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说 他幕后指使人到底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 我 我的 你们杀了我吗 杀了我吗 我的 我的 且听下回分解 你干嘛了 走了走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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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伯 我能跟你打听个人吗 姑娘 问问 只要在这天桥之上 方圆石里 没有我寒麻子 不知道了 我本家叔叔姓李 直立人 听老家人说 他家就住在这天桥附近 李姓儿可是个大姓儿 姑娘 你还知道点什么 我们李家在苍州 泡酿高粮酒 得嘞 葡萄火又转 往北 那里有一个酒楼 去那里找他准备跑 好 谢谢大伯 您客气 走 那边是吧 就在那儿 老佛爷 今年 南方又是丰年 微臣想在善铺营 办一场武林大会 以庆丰收 武林大会 对 一来宣扬国威 二来震慑洋人 让晋人皆知 我大清天朝 乃苍龙卧虎之地 好 着你去办吧 喳 发财 老佛爷 您糊了 糊了 老佛爷 真拢手气 奴才 今儿可算是开了眼了 庆王 你个老滑头 尽管输钱 拐着弯的招哀家欢喜 老佛爷 您哪 日理万机 身心疲惫 奴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故此将这麻将引入宫中 只是为了让您开开心 逗逗乐 朝里有些大臣 是对你有非议的 我是支持你的 老佛爷 有您这句话 奴才我就是死也值了 你死了 谁陪哀家打麻将斗乐子呀 今儿个哀家心情好 就赏你个欢喜 接旨吧 臣接旨 庆卿王乃我大清公骨之臣 忠心耿耿办理朝政 尽善尽美 特加封铁帽子王 谢主隆恩 来 干 干 多谢这位义士救我远房的侄女 如果不嫌弃的话 就暂时住在这里吧 您还是叫我王小辫吧 听着顺料 对了 你来找的是谁呀 是我哥 耍中番的叫王大利 是他 你哥可是一位狭义之士啊 您二位跟我哥认识 我跟他呀 也算是有生死之交 快 上我的帆 可是我哥现在被抓进了大佬 听说秋后就要问斩了 都是李某 害了他呀 我想救我哥出来 可是 王兄弟 先不要着急 让我想办法 让你早一点见到你哥 忘了向你介绍 这位是游传部尚属 岑大人 大人好 好 坐 大人 请 请 来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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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哥 小辫 哥 你怎么来了 你让我给他送 他亲手缝制的新番来 新番 新番 在哪儿 哥 你说醉了 先吃点东西 我不是 饭 把饭给我看看 我把饭给弄丢了 你 你怎么能把饭给弄丢了呢 哥 哥 我对不住你跟爹 不行 你现在就去找 快 必须把饭找到 必须把饭给我找回来 快去 哥 哥 哥 你听我说 你都要求后问斩了要饭 干什么用啊你 说得对 也许我这辈子都耍不了饭了 哥 你别灰心 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你能有什么办法把我救出去 反正你都活着出去 这些散碎银两拿着 三爷 使不得 使不得 拿着 里面那位 要好生伺候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三叔 这是什么地儿啊 这 这里是三九九留待的地方 走 北京城呢 有八个鬼市 天九 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边卖的东西啊 有真的有假的 墓里出来的全都有 最重要的是啊 北京城那贼 他偷来的东西 也到这些地方来卖 这就是 咱们来的目的 走 看看 多谢义士相救 去 认错人了吧 这些地方 错不了 我就问您一件事情 您知道那天晚上 是谁偷了我的包袱吗 谁 我怎么知道 少量饭 好 三爷 什么风给您吹这儿来了 玉面猴 这位王姓兄弟是我的朋友 好 刚到京城 东西让贼给偷了 你要是知道什么 就告知一二呗 三爷 不瞒您 这事 是刑部一左毛干的 跟我可没关系 一左毛 一左毛 小兄弟 我可是看在三爷的面子上 才给你透的疯啊 玉面猴 最近在倒腾些什么呢 给我看看呗 别 三爷 这东西可不是您能看到 老直前了 三爷我什么没见过 清清蒙的 外观欲绝金册 您见过吗 玉面猴啊 您什么东西都敢倒腾啊 不怕官府抓起来 砍头啊 这您就不知道了吧 就是官府的人 让我偷来卖的 要不然我哪敢呢 清清王的买观金册 错不了 亲眼所见 这买观册 是我大清的耻辱啊 大人 咱们要是把这个金册弄到手 再联合纯亲王 定能够 将这个祸国殃民的狗贼 给参倒 什么 金册在鬼市上 炒到三十万两银子了 岳父 究竟是谁吃了豹子的 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动 这还能用谁啊 十有八九就是那个纯亲王 他爸不能看本王的笑话的 虽说您俩正见不合 但毕竟是胞弟 这有个屁用啊 父子还相残呢 这些个王爷 一个比一个话 指望不上啊 再说了 老夫为官一生 两袖清风 到哪里聚仇几十万两银子 这可怎么办啊 总不能真拿银两去赎吧 本王有的是银子 我就是花他个五十万两 赎个清官又如何呀 关键是咽不下这口气 就是不能让人齐在脖子上扎尿 金策之事 叫李某来办 我跟玉免后还有一些交情 我去求个情 借来医用 如果实在不成 就将他迷倒 拿来用再说 这不好吧 江湖之事 自然有江湖处理的办法 这个国 李某悲了 你 派人去鬼市 把金策给我抢回来 喳 我倒要看看 谁逗得过谁 王爷 眼线回报 那个姓残的 见了好几波江湖人士 江湖人 看来 几次刺杀 都是他所为 我猜测 那个姓残的 已经跟淳王爷 搅在一起了 竟就不吃吃罚酒 一个小小的阎官 竟敢跟本王作对 王爷 要不先让人下手 以免后患 记住 下黑手 人家 人家 都没有不是 我 我不是 同志 乖 自己做个问题 怎样 过来 不好 你快去通知三叔 我已经有残大人 你自己小心点 好 花儿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三叔 不好了 有人要杀岑大人 好 看好殿 好 走 走 来 半斤 小辫儿 你没事吧 没事 什么事 多谢壮士救本官姓名 大人不必言谢 您一直设法营救我哥 应该我感激您才是 只是要杀您的人 都是什么人 一定是亲王狗贼 大人 凭亲王 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想除掉我 也是意量之中的事情 大人 他们是和我们在抢时间 事不宜迟 今晚我不去行动 好 再说 我 我跟你一起 好 王爷 失手了 失手了 你们杀个手无缚 不积之力之人 也能失手 谁知道半路杀出个蒙面人 把那个姓陈子给救走了 蒙面人 是 据说武功很高强 快 走 同容 同容呗 别 三爷 这忙啊我真帮不了 这东西在黑社上吵着听 您就是我爷 我也见不了 真见好 看 见不了 别见与便豪 与便豪 与便豪 尽责运还 即刻会还 行啊 老小子 你办个规矩来是不是 之前来抢的 不是 这些人跟我没有关系 别 快 把金子给我 你来拿 快 快 走吧 快 我在那边 给我围住 是 一座猫 修想得手 你 原来你就是一座猫 把中方还给我 中方不在我这儿 散开 小编 没事吧 没事 对 快 金策被玉米好好下策务 走 王爷 人交给你了 东西 我带走 那今晚之事 放心吧 你知我知 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知道 走 一个上书一个侍郎 你们刑部的人 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岳父 我觉得这里边有蹊跷 有什么蹊跷 平宫怎么会出现这么多来路不明的蒙面杀手 多了 你为了一次 我来报道 让你跟此人都会有 你为了 我来报道 我来报道 你为了 你为了我 你为了这些人都会有 做了 你为了我 你为了这些人都会有 那麾下 这仙可有好戏感 我没事 就是一点皮外伤而已 还没事 都流了那么多血 流血没什么 就是没把金策拿到手 就没办法救我哥回来 要不待会儿你送我回我夫家 他在刑部当差 官大 指不定能帮上什么忙 把你哥给放出来呢 皇儿 您说在哪儿当差 刑部 她叫土海 土海 怎么 您认识她 岂止是认识 不行 绝对不能嫁给此人 为什么不能嫁给此人 她可是救过红儿的命啊 我跟你俩讲一个 我和土海的故事吧 实不相瞒 我和土海本事同乡 光绪九年的时候 一起准备参加五举人 住在一个客栈 就在参加五举人的同一个晚上 我和土海本事同乡 光绪九年的时候 光绪九年的时候 你的武功天下地义 别人可无举 就看你李兄的了 放心 李兄 你有点恶心 头 头愿 李兄 他自知武功不如我 就在酒里下了毒 这样致使我没能够电视 而他却中了五状元 封为刑部尚书 入赘了庆王府 此人竟然如此卑鄙 要叫我 隶面前 人心叩测呀 这些年 他在亲王府做尽了坏事 葬尽天良 昊儿 你觉得这样的人 他会真心对你好吗 你 虎儿 你也别太难过了 对了 土海是怎么救你的 可怕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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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姑娘 姑娘莫怕 我喜欢就拿着 你也别想不开 也许 我没事 来 咱俩喝一个 你少喝点 你别喝了 少喝点 音乐好 你不是挺能蹦的的吗 你也有今天 你说 是谁指使你到庆王府 偷东西的 我说 我说 说 你不想说 是行不上书 杜海 杜海 日方夜方 家贼南方 你个吃里啪外的东西 你到底跟谁一伙的 是不是纯亲王收买了你 岳父 我是您的女婿啊 怎么会跟纯亲王勾结啊 那你为什么偷我的金策 的杜海 哪能得超出仙 老师 我和达人家都得很难 我还不怕 是 听来吧 今错真是天下皆知 你不是说坏事吗 姑父 此话怎讲 传到老佛爷那儿 我只不过是贪了点钱 可有些人 贪的可是黄辈 是江山 岳父 我倒有个好主意 能彻底搬到那个姓残的 叔叔 红尔姨就睡下了 主人皆罪 我都行 叔叔 你这练的是什么拳 嘴拳 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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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驅如猛虎 谁如龙 凡头虎报 转机 罪权的权精要绝就是 一罪行不罪 行罪 行不罪 亲王爷 今儿个来 是要陪哀家打雀牌 还是唠嗑啊 奴才罪该万死 老佛爷 微臣斗胆 想请老佛爷看样东西 老佛爷 这不是陈大人吗 老佛爷 您再仔细瞧瞧 跟陈大人合照的人是谁 康粮乱党 祸国殃民 没诚想陈大人 竟然与乱党为伍 没想到 我连他都能通乱党赴我 他赴我 我不赴他 天下事真不可意料 准齐退休吧 这 陈大人 怎么样 庆王爷被参倒了吗 大人 大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佛爷容得下贪官无力 却容不下我这个 忠言尼尔的老臣 陈大人 陈大人 您别走 只有您能救我哥了 惭愧啊 老佛尼菩斯过河 自身难保 怎么还能救得了别人 不要再跳 大人 有点 他们两倍 mari 有点 都道mid 哪 有点 专闭 素费 你 貴谷 你 以识 尔山 不认识 来 哪 是 就是 有点 歪 爬得快撑不住了 小鞭 小鞭 哥哥不行了 哥 你坚持住 我还有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不用徒劳了 哥不怕死 不怕断了香火 怕 只怕祖传的忠犯 不认既成 吴忠犯 是咱祖祖伯伯传下来的 王家五代人 在宫中所大致时 合计的荣耀 没想到 刀火这一代 请老得 今晚想着 小鞭 哥有件事 要拜托你 凡 不离山 干 不落地 你一定要替哥 把藩找到 传承下去 藩绝对不能 断在我们这代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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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你 一定把主妃找回你 我 我法师 我一定替你报仇 大人 岳父大人 儿臣敬您一杯 恭贺您成功搬到司党 嗯 这杯喜酒是必须喝 算了你 来 干 干 今儿可都是您爱吃的菜啊 先去 咱们这回可是大功高成啊 啊 主的主意太好了 一举拿下 灭了老虎的威风 咱们要乘胜追击 嗯 赶紧举办武林大会 剪除其羽衣 好 来来来来 嘿嘿 小便儿 咱们家有一本 组传的中饭三到二十四 操本 为了安全起见 佛把它 藏在了成都破庙的佛像下 可可不行啊 你记住 一定要替我 把中饭找回来 传下去 中饭 绝不能断在我们这一辈 哥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中饭传承下去的 好 站住 又是你 把中饭还给我 跟你说了中饭不在我这 那庆王爷呢 我承受奉命办差 是替庆王爷办差 还是替淳亲王办差啊 你什么意思 这些王爷最恨的 恐怕就是两面三刀当叛徒的人吧 你要是不把中饭给我 我现在就去庆王府 告你勾结淳亲王 别别别 小爷 我只是禁错了房间拿错了东西 那就把中饭给我吧 翻在庆王爷那儿 再说了我要你那破烦有什么用 没有事情啊 谢谢啊 您的布做好了 谢谢啊 好了 衣服穿好看呢 心情都很好讲 您的布都给您备好了 好了 别多想了 我命不好 跟我在一起大伴 没受苦 咱俩同病相连 以后不准再说这种话 可以吧 好好加油 谢谢啊 我们府上订的衣服 都做好了嘛 正赶着呢 做好了就给您送进 咱俩 走 咱俩 不算了 大人 小官刚才在天下看见你 长得特别像九余大 结果被胎 是 那不是被如飞给劫走了吗 好 怎么会在京城 走 我带你去天桥散散心 我没有心情 我们还是回去吧 你得像我一样 坚强点 放得下过去 皇儿 谢谢你啊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挨过来 咱俩谁跟谁啊 你等我 我去买两串片桃葫芦 客官 买香囊吗 红儿 红儿 果真是你 你不认识我了 是你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还真以为你被土匪劫走了 今儿终于把你给找着了 我命大 是还回来 对对对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随我回府吧 我要让你有想不尽的如华富贵 怎么 你在京城还有别的亲戚 没 没有亲戚 我去过屠府 是你的属下不让我进府的 都是一些瞎了眼的狗奴才 你放心 等我回府 挖了他们的狗眼 还处在这儿干吗 咱们赶紧扶九仪太上交 是 好 来来来 请上交 走吧 走 京城葫芦 京城葫芦 你好 您见过一个来买糖葫芦 是关家的九仪太宝 刚被大人接走 那已经走了 冰糖葫 冰糖葫 九奶奶 您得想通了 多少人求之不得 在这儿是想福 换灭糖葫芦 软葫芦 确实能够 衣服穿好看点 心情就会好起来 好 谢谢你啊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挨过来 舅奶奶 舅奶奶 您看这头发瘦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 你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再次活着山岗 过了命运真绪进了大山岗 实现了很难 后半人已经是想服了 我应该替他高兴才是 可我又想 红尔烙在他的手里 可能就是跳进了火坑 别动歇 不许多久 你也会不许多 啥子 你还没有 不许多 不许多 我说 我说 我看你 你还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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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 千萬人讓是夢中 誰在那裡 站住 站住 別動 人叔叔說 你心裡的 到底有沒有虎眼 我不知道 反正躺在我这些伤病 傻小子 你怎么会知道 此时此刻的红尔 不是和你一样的心情呢 您的意思是 你想想 如果他心里边没有你 怎么能和你一起 做那么多的事情 傻小子 如果你心里头 爱一个人的话 就不要犹豫 现在 马上就把他给抢回来 好 我现在就去 等等 咱俩一起去 好 红尔 对呀 都累了一天了 咱们也该早歇歇 你别碰我 走 你再动我 我就死给你看 走开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要过来 可跟我作对 那就是死路一条 你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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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放开我 快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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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动 小边 你快去救活 我顶住他们 好 别跑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收拾了他们 再回来收拾你 你 我然是你 恩怨怨也该有个了结了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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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先走 来 我就知道 你不会扔下我 咱俩说好的 留意起大胞 快 跟我走 好 走 走 放箭 不好了 后面着火了 快 快点火 快 三叔 您可一定要挺住啊 我就剩您这么一个亲人 我挺得住 再说了 你不是还有小便儿呢吗 一会儿 你把你刚才听到的话 再跟三叔说一遍 刚才我在涂海府 听他们说什么 对 武林大会的事 早就听说 官府 要办武林大会 本来还想趁着 武林大会 刺杀青王爷呢 不能去 这是个阴谋 青王爷布了个局 要把参加比武的人 一网打尽 那可怎么办呢 我这身体 不能让武林大会 白白地送死啊 三叔 你别担心了 这事交给我来吧 这事交给我来吧 三叔 你别担心了 这事交给我来吧 走 走 来 好 来 走 三叔 一群 鱼 这事交给我来 听掉了 泥鱼 各位好汉 请留步 这场武林大会是个阴谋 你们千万不要再加 这人谁啊 看这名声啊 报上名类 和门合派 我也一起 再下方小便儿 暂时还没有门派 原来是个无名小卒啊 你的话 我们凭什么相信 逗老子们玩嘛 散了散了散了 走走走 你们先听我说 听我说 王兄爷来了 走 报名 走 好好表现一下啊 你们先听我说 这是一场阴谋 好 抱上了 来 来 小少 我跟他们说了很多遍 可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到山谱营县城 去当众揭穿 阻止被散 无理无理 理由 本来一模如此 可是 不 再说 别着急 实在不行的话 我得去的 不行 你也不能去了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办呀 可是我要不去的话 得有多少武林好汉 将死于阴谋当中 小边啊 我看你 使得给我们的好鸟子 我已经想好办了 我们本门的不顾所有招式 全部交售给你 还愣着干嘛 赶紧办事啊 师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岳父大人 您请放心 小边啊 小边啊 你的武功大有突破 谢师父 我们 行是要欺负我 明白 老佛爷 这是山谷营武林大会筹备举办的筹子 请您护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ают 你 我们就站住 历史 再找一个吃饭 这就是 一定会 我们来找个人 虽然 请 哀家想去妙峰山相会静香 让那把档花卉半价随行 那把档花卉 对 哀家想看张一丝的五狮子 互顾着大殃堂 并顾着中藩 那还有什么人会说中藩呢 那把档花卉中藩的大臣氏 不是你们俩在行入大牢里吗 赶快去给我捞人 他老爷 被你定了刺杀谋逆之罪 早已死在牢中了 死啊 是啊 谁让你们 赶快张铁榜门 必须给我找到会刷中藩的人 快去 这 快去 进去吧 进去 请铁拿 走吧 我的请铁落在客栈了 没有请铁不得入内 你的请铁拿 去去去 走走走 走吧 过去吧 关于 那可不行 那可不行 这事能跑 是要掉脑的 去去去 走走 好 走 庆君王府有令 即日起 招牧会耍中藩者 进宫大直事 快 来吧 是你接的招募榜闻 正是小眠 你真的会耍中藩 我打小就会 你可认识前宫中大直事 王大利 不 我不认识他 你见过这道中藩 没有 小眠只是觉得 这中藩实在是大气 本王把这套中藩送给你了 好 谢王爷 听好了 回去好生练习 在七夜十五相会上 你定能博得老佛爷欢喜 多谢王爷栽培 小眠还有一事相求 讲 听说 后日在扇铺营有场武林大会 小眠斗胆建议 在武林大会上耍中藩 一来 养我大清国威 二来 权当一次彩牌 一来 准了 谢王爷 终于把中藩找回来了 要是我哥活着见到中藩 该有多好啊 这中藩好漂亮啊 过去我有十万个 叫不上这中藩 现在好生后悔 爹 您又不是不知道 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他入不了我的眼 我呀 喜欢的是这个 归下 武中藩 是咱佐佐佐贝贝 传下来 传下来 武中藩 是咱佐佐贝贝 传下来的 拜登 传探下去 他 他们 他 是 杜 我 我 他 他 我 这个 你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汉 你现在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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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准备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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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汉 请听我说 好 今天的武林大会 其实就是一个局 是一场阴谋 好 目的是要让武林各派自相残杀 最后 由庆亲王这个狗贼 坐收渔翁之力 不说不说啊 将我们叶王打剑 好啊 这怎么会不会是 是 让我拿下 是 各位好汉 赶紧跑吧 千万不要中了他们的诡计 住口 让乱当开 来 别来看看 别来看 干什么 好 好 好 小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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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老佛爷一旨 册封纯卿王载封 为监国摄政王 胡佐皇上 今后各个子女 不得干预朝政 亲此 都不许乱 大人 这乱套 你的弓箭手跟火器呢 动手啊 是 大人 我 大人 带着大内 给本王把扇平围起来 帮我为善不赢 为准可杀勿乱 大人 我们现在要不要进去 再等等 先让他们预榜相争 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 再进去 再来他个渔翁得利 这 三叔 你快看 这里怎么这么多大内侍卫啊 恐怕有蹊跷啊 小辫 凶多吉少了 那怎么办 我们也进不去啊 只能看他的造化 听天由命了 来人哪 保护我离开这儿 别杀我 别杀我 这一套 是替我哥报的伤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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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六 好好好 来得正好 正是时候啊 庆秦王 请不上书土海 贪赃王法 十恶不赦 即可捉拿 为者 斩力军 就 你们干什么 放开 老六 你居然敢擅自动用大内 老佛爷已经御龙归天了 现在你的铁帽子变成纸帽子 老佛爷册封我为摄政王 是命令人的奉势 老佛爷呀 卢才对你尽忠尽孝 你居然选择了他 大总 老六 你想把我怎样 你不能对我这样 我是铁帽子王啊 老六 你不能对我这样 大人 这些武林人士 当如何处置 是 二人无辜 让他们各自散去了 这 小飞啊 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啊 没事就好啊 肝不落地 不烦不离山 好 好 好 来呀 来 走走走啊 来来 干干干 来来 快走快走 老板娘 半斤女儿红 好好好 好嘞 上好的女儿红温半斤 来喽 三叔 来来来 我来吧我来吧三叔 好 您歇着 这种炖茶送水的活 让小辫来干嘛 我呀 走 好多了 三叔 小辫去哪儿了 小辫啊 在后边鼓刀她的中藩哪 又鼓刀这中藩 您歇着吧 三叔 什么 找不到人 奴才已经派人找了 都找遍了 中藩是个好玩意儿啊 老佛爷在的时候 每逢盛大节日 都要耍耍中藩的 也罢 既然找不到 那时候 就有得去吧 喳 当初宣统皇帝继位 请你到登基大典上去刷番 你都拒而不去 这会儿 怎么又捣不出这中藩来 我当时只是说 绝不再给宫里的王公大臣们刷番 并没有说有不刷番 别耍了 三叔变卖酒楼躲在这里 就是不想让你再涉险 不 我有耍给平民百姓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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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 伍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